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团长 夫人 两位请 请坐 三位请用菜 这位是我的五姨太 叫燕红 团长好 夫人好 杜老板好 孙大帅 现在我已经不是什么大帅了 想当年孙孝秋三个字 在上海滩是很风光啊 可是现在就不要这样称呼我了 夫人 当年我毕了五情天 这件事你一定耿耿于怀吧 各位 我看过去的陈年老账就不要算了吧 是啊 杜老板说的没错 过去就让他过去吧 不管怎么说 孙先生 你还是要给他一个交代吧 是 我不仅要给夫人一个交代 还要给你一个交代啊 张老爷子 还好吧 张老爷子这次没有跟你们一起回上海啊 他是不会再回上海的 他怕回忆起那些恩恩怨怨的 其实自古江湖多恩怨 张团长 孙先生这次请你来 主要就是想告诉你 他打算离开江湖了 孙先生一向只手遮天 突然凝退江湖 你真的甘心吗 实事造英雄 英雄造实事嘛 现在应该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 其实现在说出来你们都不相信 大帅他现在平常没事就烧香拜佛 是啊 也许是因为罪孽太重 我整天都在烧香拜佛 想赎点罪嘛 夫人 也许有些事情 你对我误会很深 一会儿吃完饭我们能单独聊聊吗 我看吃饭就不必了 我们有话就直接说吧 好啊 坐 剑语 我期盼跟你见面 这个期盼已经很久了 今天我们父女终于鼓动团圆了 你以为我会认你这个爹吗 我相信血浓于水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你还会再杀我吗 要是你对自己做错的事情 不向我做一个明确的交代的话 我会杀你的 你用我的 我就不相信我自己轻生的女儿 真的会把我给打死 那可不一定 我告诉你 你根本就不知道 吴庆天将军在我心中的地位 有多么的重要 他虽然不是我的生货 可是他养育了我 我们父女之间的感情有多么深 像你这种人根本就不能理解 你杀了他 我作为女儿的 要是不能为他报这个仇的话 那这么多年 他就算是白养了我 白疼了我 那我问你 如果是我死在吴庆天手里 你也会同样的 会为我报仇吗 你不觉得这些问题 很多余吗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你 我和你之间一点感情都没有 打从我知道你以后 我就只知道你做的事情 都是天理不容的事 你胡说 你们外面的人 就只知道批评我所做的坏事 可我做好事的时候 你们知道吗 你能做什么好事 你说来听听 孙少奇 是我从小把他抚养大的义子 可是当我知道他背着我 暗中勾结了日本人的时候 是我亲手判他死刑的 你知道 我当时下手的时候 心里有多痛苦吗 我的目的 是不能让他出卖我们的国家 不是说是张老爷子杀的吗 那只是我把罪名推给他来背耳面 当然 我也利用这个借口 把他赶出了上海 你怪我杀了五情天 可你要知道 要是我落在他手里 他同样也会杀我的 我对他来说 本来就有多妻之恨 你觉得 你做的是对的吗 当年 我爹和你是好朋友 有人说 朋友妻是不可欺 你不但做了 反而倒打一耙 剑鱼 你长这么大了 你还会不懂 这种事 一个巴掌能拍得响吗 你不会又说 是我娘背叛了我爹 他不是你爹 我才是你亲爹 他根本一点都不爱你娘 按理说 他应该放你娘走 可他却偏要你娘为他守活寡 你说 这究竟是谁的错 我不会信你 还有 你知道 我为什么会气得一枪把他给毙了 他居然非常得意地告诉我 他要好好把你养大 然后利用你来对付我 他要看到 我被我自己亲生的女儿活活给打死 你说我真的不气吗 这根本不可能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种胡说八道吗 我告诉你 我了解我的爹 比你了解他多得多 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你要是还要报仇的话 你就拿枪吧 你觉得我就那么愚蠢吗 不管你的枪里有没有子弹 今天我放过你 等我把事情弄清楚了以后 我不敢保证 下一次不杀了你 我真希望你的枪里有子弹 我说觉得你把我承转一下 你不地收藏吗 我会有什么事 我会有什么事 我会发现就变得到你